有人问,退休的意义到底是什么? 网上有个高赞回答,当你觉得一切都已落幕的时候,新的生活正随之徐续展开,深以为然。 退休并不意味着人生这条路已经走到尽头,而是一个新的起点,代表着新生活的开始。 但是退休后的生活,人与人之间亦有差距,有的人安享晚年,悠然自得,但有的人却依旧忙忙碌碌,四处奔波。 那么到底是什么造成如此差异? 其实,一切的根源就在于你的退休生活是否拥有这四张底牌。 一、身体健康,老人第一位就是攒健康,储蓄健康比什么都管用。 人生行至暮年,功名利禄早已是过眼云烟,唯有健康,才是最宝贵的财富。 前段时间,一位上海阿婆刷屏朋友圈,让网友议论纷纷。 这位来自上海的阿婆名叫郑华南,虽然已经81岁高龄,但她的身形依旧矫健,活力满满,完全颠覆了大家对冒蝶老人的想象。 有记者前去采访这位阿婆,恰巧遇见阿婆正准备跑步锻炼,于是便和阿婆一同跑了起来。 没想到只过了十分钟,这位年轻记者就已经跟不上阿婆的步伐,被远远甩在身后。 记者询问原因后才知道,郑阿婆每天早晨六点准时出门,沿着黄浦滨江跑步锻炼,往返七公里,这样的生活她已经坚持了五六年。 但阿婆却告诉记者,自己并不是运动健将,之前也没有运动的习惯。 几年前,丈夫离世,她在家消沉了近一年时间,身体也出现了很多不良症状,她才开始锻炼,没想到就一直坚持了下来。 这几年,身体也一直没出什么毛病,也因为一直保持着健康状态,郑阿婆在家人的鼓励下,还参加了老年大学旅游文化班,跟团去了冰岛,尼泊尔旅行,自己还单独去了斯里兰卡旅行。 阿婆还对记者说,趁现在还走得动,要多出门,走出健康,走出幸福,走出自信,才能把晚年过得更好。 网友对此也赞成不已,纷纷表示,这才是想要的退休生活。 一个人的退休生活质量如何,其实不在于子女如何孝顺,而在于你是否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。 如果你被疾病缠身,卧床不起,即使身边有再多的人照顾你,那也毫无生活质量可言。 但若是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,那么你就有机会领略到更多美丽的风景,去过向往的生活。 从现在开始,学会克制自己,少吸烟少喝酒,病气不好的生活习惯。 保证合理饮食,坚持每天锻炼,给自己一个健康的身体,才能给美好退休生活打好最坚实的基础。 二、手里有钱,人老了,最怕什么? 有个回答深入人心,最怕没钱。 的确如此,退休以后,生活最大的底气,就是手里有钱。 有钱,不仅意味生活有保障,还能在意外来临时,帮你抵御风险。 没钱,则意味着你只能被生活所裹挟,没有一点选择权。 前不久,网上一位冯女士分享了自己和姐姐的故事,看完让人唏嘘不已。 冯女士今年67岁,在很多人眼里,她是个有点自私的女人。 冯女士始终认为靠儿靠女不如靠自己,在儿女工作以后,她就很少再给儿女金钱上的帮助,而是把钱都存了起来。 有时候,儿女遇到急事,冯女士会从自己的小金库中拿出点钱,帮助她们应应急。 儿女也会及时归还,彼此相处得很融洽,很少发生矛盾。 和自己的朋友相比,她生活的就自在很多,想要出去旅游,就和老伴出去旅游,想要买件好衣服,也不会太过纠结。 而与冯女士形成鲜明对比的,则是她的姐姐。 姐姐今年70岁,老伴72岁,两人每个月的退休金加起来有接近万元,但是到如今却一分钱都没存下。 冯女士询问缘由才知道,一是她们将大部分钱都给了自己的小女儿, 二是她们平时花钱也没有任何节制。 老两口一直住在儿子家中,一切日常开销都是儿子负担。 冯女士姐姐的儿子想要投资一个项目,但是因为资金不够,就开口向冯女士的姐姐借钱。 结果一问,才知道钱都给了自己的妹妹,一气之下就将两位老人赶出了家门。 冯女士的姐姐无可奈何,只好和老伴去女儿家,结果女儿认为养老是儿子的责任,不关她的事。 老两口一下子无家可归,找冯女士诉苦。 冯女士看不过去,只好让她们暂住家中。 而冯女士姐姐的故事,又何尝不是当下多少老人的真实写照。 人性往往经不起考验,哪怕亲情也可能会败给金钱。 要是手里有钱,子女对你可能尚且留有情面,但若是没钱,子女多半心不甘情不愿,长此以往,彼此只会矛盾重重。 人到晚年,养老只依靠子女,绝非长久之计。 想要退休生活有质量,一定要做到未雨绸缪。 提前准备一定的存款,以备不时之需,也留一些心眼,千万别过早地把钱全都交给儿女。 只有把钱攥在自己手里,才能保住晚年的体面和尊严。 三,圈子干净,人这一生,我们会遇见无数人,融入各种圈子。 如果滥交损友,融入错的圈子,等到历尽失败,只会分道扬镳,甚至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。 邻居张叔今年63岁,老伴在世时,日子过得有条不稳,幸福舒心。 但是自从老伴病故后,他的生活就有了很大的改变。 因为一个人独居,平时无事时,张叔就会在小区闲逛,和别人下下棋溜溜鸟,也因此结识了小区的杨叔。 杨叔很喜欢打麻将,有时还会拉着张叔一起去打,因此张叔也在麻将桌上认识了不少朋友。 只要有时间,张叔就和这些朋友聚在一起打麻将,甚至一连好几天都待在麻将桌边不愿离开。 没想到的是,不到一个月,他就将这几年的存款输了个精光。 而知道他没钱以后,这些朋友也纷纷远离他。 张叔的儿女知道此事后,愤怒不已,前来指责他,他听着儿女的指责心中气不过,加之长期坐着打麻将,生活不规律,结果身体垮掉,住进了医院。 人性确实如此,如果彼此相处涉及利益,往往经不起试探。 加入这些不必要的圈子,也只会降低我们的生活质量,不断消耗我们的人生。 复旦财女陈国也曾说,朋友不是人脉,朋友不是酒友,朋友更不是哄来哄去的一个人群。 那些哄来哄去扎堆的人,他们往往不是朋友,那只是一个寂寞的部落而已。 真正的朋友,永远不在于数量多少,而在于质量高低。 退休后,与其在无意义的圈子里纠缠不清,把时间浪费给不值得的人,不如集中精力,好好清理自己的圈子,该舍弃的舍弃,该珍惜的珍惜。 只有圈子干净了,心才会清净。 四,心态平和。 世界老年学会曾针对百岁老人有过一份调查,结果显示,这些老人的长寿原因,遗传基因占15%,社会因素占10%,医疗条件改善占8%,气候条件占7%,其余60%取决于老人自己。 其中排在第一位的秘诀就是心态。 俗话说,心宽一尺,病退一丈。 若你一直保持平和的心态,忧愁烦闷不会滋生,血气通畅,自然延年益寿。 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潜半生兢兢业业,刻苦研究,有着无数高光时刻,可谓是功成名就。 等到60岁的时候,他本以为会拥有一个安稳的退休生活,不曾想命运,却对他开起了玩笑。 他被派遣到西北荒漠的农村参加劳动,每天面临着数不完的农活,厨地、喂猪、刨粪和他一起参加劳动的人, 有很多因为受不了如此高强度的工作,精神常常处于崩溃状态。 而周老却始终将心态放宽,看淡一切,甚至还乐观地表示,自己患有失眠的毛病,如果白天不需要辛苦劳动,消耗体力,自己晚上还不一定能睡得这么好。 等到三年后,周老回到北京,却只分到了一套不足50平米的房子,但他也不觉狭小,反而将日子过得舒服自在。 他还写下一篇《心漏是名》来感叹生活,房间阴暗,更显得窗子明亮,书桌不平,要怪我浮岸太勤。 门槛破烂,天多不速之客,地板跳舞,欢迎老友来临。 后来,他出版了一套关于历史的文集,儿子意外看到一篇批判他的文章,然而这篇文章内容却混淆黑白,尽是一些不实之言。 儿子气不过,便将文章拿给周老看,并准备找这人理论,然而周老却笑着说,不用找了,没关系,我不在意。 大家不要去争辩,也不需要去解释,这些攻击都伤害不了我。 也正是因为周老一直保持着平和心态,事事不计较,才能成为112岁的长寿老人。 作家白洛梅曾在书中写道,人生一局棋,关于输赢,我们总是无能为力。 迷惘之时,多半在局内,当你了悟的时候,人已在局外。 若用平和的心态,看凡间一切,简单明了。 若用复杂的心态,看万丈红尘,则为事项所谜。 人这一辈子,你有什么样的心态,就过什么样的生活? 退休以后,想要生活如你所愿,就一定要学会保持好自己的心态。 与人不攀比,遇事不计较,一切看淡,知足常乐,才能把生活过得从容且自在。 村上春树说,人生就是一条只能向前,无法退后的单行道。 没有人能够永远年轻,我们终将老去,终将面临退休。 但退休生活怎么过,选择权永远在你自己手里。 学会提前给自己铺好路,身体保持健康,手里留有余钱,圈子打扫干净,心态保持平和,紧握晚年四张底牌,在变老的路上,体面无忧。